喂猪猪侠你不去打怪物 你站在这地方干什么呀 思考人生嘛 猪猪侠我可不是思考人生 你看这个地方有好大的一只怪物呀 看起来好可怕哦 猪猪侠你对可怕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这一个怪物看起来这么可爱 谁说他可怕了 你看他他只是跟着你想跟你抱抱而已 你就不要躲着他了好吗 快上去抱他一下 猪猪侠你因为我傻吗 我上去抱他他就会把我打飞的 我现在叫我躲着他 不让他碰到我 猪猪侠你可真没有学问 你看他根本没有想伤害你 如果他想伤害你早就飞出来了 你说对吗 对对对 德国哥你说的没错 你看我离他这么近 他怎么飞了 你看猪猪侠我都说了 他不会伤害你的 如果很奇怪他这么大 一下就被打飞了 肯定有什么原因 别着急我们把他放在这个架子里面 当作守门神 只要有他在这个地方 别的怪物就不敢过来了 你说对吗 德国哥你可真奇 这样我都想不到 那是必须的 开玩笑我多聪明 你看他放在上面 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猪猪侠你跑到房子里面去干什么 现在我们有这个怪物保护我们 你怕个毛呀怕 好了那我也进来 我也害怕怪物在后面打我一下 来我德国哥 我给你拍摄照 好好好你不要着急 来我这个地方摆一下动作 快给我照呀 我才不跟你照 我要给这个怪物照一下 来我再给你照一下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阿呆 你在干什么呀 想我了没有 还过来 让我帮我帮 这个场景录怎么来了呀 看起来好可怕 你是来拉屎的吧 喂你蹲在那里干什么 啊你这个怪物好坏呀 我是蓝色好朋友 没有车全靠走 后面有个大火球 追着我往前走 兄弟们你们说话该怎么办 要是他追上我 一定会把我压成两半 哎呀妈呀来了 妈妈 还撞我呀 我是无敌大火球 跑得慢 就要被我撞得走 哎呀 刚才的蓝色好朋友 被撞飞了 我绿色好朋友 不能被他撞大了 蓝色好朋友 还很胖 身强力撞 不怕撞 我又小又绿 还很瘦 要是把我撞了 我肯定会更痛 哎呀妈呀 来了来了 快跑呀 我的小短腿 果然比蓝色好朋友 撞得远呀 我是呆瓜俊的右手 这个小子没把我看好 我要出来赛跑 听说这一个隧道 跑完就可以知道 这世界究竟有多妙 哎你这个臭手快跑吧 后面来了一个大火球 你不知道吧 哎呀我去我的天 后面来了一个火球 我赶紧得靠边 不好了太坏了 火球已经把我撞飞了 我是一拳光头强 宇宙第一无法比肩 我的一拳遥遥理先 还有这个光头说的遥遥理先 我们太空人实在受不了了 哎呀呀呀哎呀呀呀 你们太空人有什么受不了的 看我千疮百拳 一拳一个一下打千个 哎呀他这个拳真厉害呀 老大你要小心 有什么害怕的 有我在我天 这个光头真够强 我看他像光头强 哈哈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哎兄弟们 这个光头好厉害 我们拿这个木棍扎他 就你们这几个小木棍 想扎到我 我左躲又躲 你们不知道我有林波微波吧 我有林波微波就是酷 还有千疮百拳 打到你们没有退路 哎呀兄弟们别怕他 我们人多力量到 拿着木棍就干架 快打他呀 哎呀我被打飞了 拿着木棍就打我 把我当做臭豆腐 我不打你们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要打到你们低头认错 我去 哎呀兄弟们 只剩我们三个了 怎么办呀 哎呀 你们两个也被打飞了 只剩我一个了 我好怕呀 我全身都在发抖 哎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呀 啊 啊 啊 在这个游戏里面 一不小心把一座城给毁了 搞得我是腰痠背痛 腿抽筋 于是我就来到了黑色城镇 找到了这一个机器人医生 花了两千凯币 睡了一下他这个机器床 哎你还别说 一分加钱一分货 他这个两千凯币 用的可真值 不仅我的属性增加的飞快 并且还能体验 啊 没错 你已经看到了 我躺到这一个方形的床里面 从外面不停的跑进来人看我 我都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看的 搞得就像瞻仰仪容一样 我这才反应过来 别的城市这一张古床只收八百凯币 你这要收两千凯币 原来是体验不一样呀 让我活着体验被瞻仰的感觉 这就是你的特色 鬼 不管他有什么特色 接下来又是回答粉丝小伙伴的问题时间 哎 你这个套头的家伙 为什么撞我 好吧 看你扛人扛了这么辛苦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不过有小伙伴质疑我玩的游戏 他们说我不敢看属性面板 也有人质疑我冲劲城镇 跟别人混战是假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我的属性面板 50刀62 其他的都是1和2 近战攻击62 近战防御69 躲伞47 武术16 这个属性确实不算高 我最高的属性就是潜行和奔跑 已经达到了80多 好吧就这样的属性 我们来看他的实际表现 有小伙伴说我一个人打一群人是不可能的 来我们现在已经冲到了一座城里面 现在有三个人在打我 一个人已经被我打倒了 后面还有一个用强弩射我的人 实际上在这个楼梯上面打是对我非常不利的 不过现在暂时性我在上面往下打是完全没有问题 你看每一次的攻击他都挡不住我 但是他们的攻击呢 我是可以挡住的 唯一不好的就是后面的弓弩在射我 你看我的肩膀上已经被射了一箭 如果再被他射上两箭或者三箭 我是直接会晕倒的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可以直接上来先把他打晕 但是这时候又来了几个守卫 这下好了有四个人在打我 哦不对 这底下还有一个呢就是五个 但是被我一下打晕了 不过在打晕的同时 我现在又到了下方 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 这一个游戏非常逼真 我们站在高处打低处是占了优势的 但是我们站在低处打高处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你看就像现在高处的打我 每次都可以打到我完全挡不住 但是我打底下的这一个就可以打到他 但是他打我我就可以挡住他 不过即使是这样也完全没有用 因为高处有三个 这下好了直接就把我打晕了 哦重点来了 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肉胳膊 其他的都是机器 所以我苏醒的速度比较快 哎苏醒以后千万别再跟他们打了 因为你现在是打不过他们了 所以36G走为上策 所以小伙伴们的疑问现在就解开了 我是进去打一会儿 然后再跑出来 等到休息好了以后再进去打他们 因为我现在跑得非常快 如果自己的城镇近的话 是可以跑回去休息完了以后再过来打他们 不过要是你的城镇员 你就在地上随便打一个地铺 休息好了以后又可以继续去打他们了 最关键的是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潜行 袭击偷人 其实很少跟他们正面PK 所以说这也是我的潜行有82军刀 只有62的原因 所以小伙伴们明白了吗 并不是我可以打过很多的守卫 而是我打不过的时候直接跑掉 关键的一点是我还没有说 我有存档 虽然我不暂停 但是我存档呀兄弟们 只要我被尽掉 我就直接截入存档 然后重新换一种方式进来 直到有一种方式可以成功 这才是关键 至于不停的暂停 这种方法或许只有高手才会用吧 我不是高手 我完全不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更喜欢更流畅的来玩这个游戏 不过小伙伴们的质疑也同时提醒了我 我的武器似乎有问题 这一把军刀虽然在攻击人的时候有属性加成 然而它的防御却是负武 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打算去偷虫师的武器 虫师的武器有4点的防御加成 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在自己属性不高的情况下 如何偷虫师 大家都知道虫师这一个角色 一般都躲在这些虫堆里面 并且他没有床 他不会睡觉 你想趁他睡着了以后 把他偷走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打掉一只虫子 这样的话虫师就会来救他 不过你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虫师不可能每次都会上当 所以我打了一只又打一只 当然我现在的属性打这些虫子也是非常费力气的 虽然打一只会非常的简单 但是同样我也会受伤 如果轻伤的话就自己治疗一下 但是有时候虫师也会过来打你 这时候你千万要记住不要跟他硬扛 因为你完全打不过他 他三下就可以把你打晕掉 如果你真的太弱了就千万别来尝试 最少要在50个防御以上才来 至于暗杀 其实一点没有也没关系 只要你跑得比虫师快就可以了 当虫师把我们打了以后 我们的伤就变成了重伤 所以我们要在三楼放一张地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修复自己的身体 白天睡觉晚上去给他找麻烦 当然了千万不能跟虫师正面PK 如果他要打你 你就赶紧跑到三楼来 有时候他会追上来 但是大多数时候他都不会追上来的 特别是在晚上 因为晚上我们是潜行模式 这一个虫师基本上不会理我们 而在晚上这一个虫师也特别喜欢活动 他会来治疗他的这些蜘蛛 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去偷袭他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偷袭的熟练度不够 会让他打你 经常会把你给KO掉 所以最关键的来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得存档 如果你不存档的话 那可能就要嗝屁了 或者回到解放前 这一次我的运气非常好 我偷偷的存档了 刚才小伙伴们已经看到了 我偷袭重施的成功率只有不到10% 所以在偷袭重施的时候 我们尽量绕到他的背后 这样的话就打到他一下 但是他并不会打我 来再打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成功率已经来到了10 再打一下就到了11 但是再打一下就没有到12 不过再打一下就会到12了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终有一次会把他给击晕掉的 在这里重点提示一下 就算是这一次不能把他击晕 我们多来几次也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不管做什么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一定能做到 那这一次我们趁着晚上 并且趁着这个虫师 在专心给他的虫子治疗的时候 就把他给KO掉了 这不仅是运气好 更重要的是我存档了 我大概读了4次存档 如果你的运气好 可能只用读2次 但是也有可能你的运气比我更差 要读个10加20次 也是完全可能的 所以小伙伴们要来偷虫师之前 一定要想好了 千万别把自己玩崩了 这一次我偷到虫师以后 我还是准备把他交给杀客人 于是我就兴高采烈的 把他扛着往前跑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破息但福 就在我扛着虫师 慢悠悠的游泳的时候 突然一群蜘蛛从水里面爬出来 逮着我就咬 我还没有游到岸边 就被他们给咬晕了 虫师也跑了 最关键的一点是 我没有存档 你就说气不气 如果在岸上还好 几只虫子我是完全不会惧怕的 他们不可能把我咬晕 但是在水里面 我没办法攻击他们 他们就把我咬晕了 你说巧不巧 不过虫师已经没有武器了 我估计他肯定又跑回塔里面了 但是我后面又回到了塔里面 完全没有找到虫师 我就奇怪了 这个虫师会跑到哪里去 刚才他从我身上掉下来之后 一直往前走 不对啊 他的家应该是往后 这老小子跑到前面去 干什么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给我来个一键三连吧 非常感谢